Mavic 3 发布之前 我真的很难想象大疆能再玩出什么花样 1英寸或者稍微再大一点的传感器 在我的认知里面 应该已经是这个体积的无人机 能够承载的最大值了 所以当我第一次看到Mavic 3的时候 我直接就惊了 这什么玩意 M43的传感器居然被大疆带着云台 给塞进了这么小一个空间里面 要知道这个是松下GH5 还有乌2的X5云台的传感器大小 现在就这么小 而且顶上大疆居然还加了一个1分1英寸 162毫米等效效率的长焦相机 看这个设计和参数 你真的只能感叹 大疆今年真的太狠了 逻辑上你只要装上他们今年发的三个设备 Action 2 如影4D 还有Mavic 3 然后你再拿上一台电脑 那你就是新时代海陆空单兵战士 这干啥都行 玩笑放到一边 我想表达的是我对Mavic 3的期待 其实非常高 很多朋友也应该都是这样 不然你实在没有什么换无人机的欲望 刚开始用Mavic 3的时候 我确实觉得它不仅达到 甚至可以说是超出了我的期待值 在这个体积内它就是无敌 基本上挑不出缺点 领先竞争对手太多了 对吧 对 但是 对不起 我这么早就说但是 随着我花了越来越多时间用Mavic 3 看了越来越多它的素材 我们团队就开始看到一些 它闪光点背后的问题 这个感觉和Action 2的情况就有点相似 就是大疆确确实实实做了创新 意义也绝对是革命性的 但是随着这个创新一起来的 不只是优点 还有一些过去没有出现过的麻烦 那当然先需要说明的是 我们试用的Mavic 3装载式测试固件 和最终上市的版本应该会有一些区别 但是我也不会穿越时空 我只能尽可能的完整的描述 我当前的使用体验给你一些参考 可以说Mavic 3在现在是一个王者 但仍有缺憾 这次Mavic 3总共有两个版本 就是标准版还有Cine版本 飞行还有拍摄体验 它们两个都是一致的 核心区别就是Cine版本 内置了一个TB的SSD 并且支持拍摄ProRes编码的视频 这个等会我们会详细讲 那从我个人角度来看 为了这两个功能 再加上一个带屏遥控器 还有一些别的配件 你需要付出的钱真的都太多了 我是肯定不会推荐你买Cine版本的 因为它们两者的画质差异 实际上是微乎其为的 那至于机身 大疆这次采用了全新的设计 就即便用上了更大的影像模组 更好的图传 更强的臂杖 它的重量和体积 相比上一代的2Pro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而且在这个前提之下 大疆居然利用更强的电池 更优秀的风阻设计 把Mavic 3的续航 从上一代的30分钟 变成了46分钟 这是真的强 要知道以前的30分钟 基本上是10分钟用来挤飞和返航 5分钟用来构图较角度 然后真正你的拍摄时间 也就是15分钟多一点 而现在加上这些续航 基本上都是实打实的拍摄时间 一个场景两块电池 基本上可以保证 你有一个小时的有效拍摄时间 这真的提升是非常巨大的 而且你看得出 大疆吸收了很多用户的建议 相比上一代 它有很多体验上的改进 比如现在Mavic 3 寻找卫星的速度 比以前要快了很多 基本上一放下就可以立刻起飞 而且不只是用了GPS Mavic 3现在也用上了 我们中国自己的北斗系统 这都很好 还有一些小细节 像这个竖讲器 加上这个保护罩 真的要比二代要阳间很多 只要轻轻一扣 就可以锁住飞机 再比如这个可以随机附带的背包 在轻量化模式 可以当成一个单肩包来用 如果你要装的东西更多的话 它就可以展开 变成一个双肩包 这都非常贴心 可能这个机身 唯一一个让我担心的设计 就是它底部的 这两个鱼眼避障摄像头 如果你的地面不平 又都是石头的话 我觉得这个镜头被划上 基本上就是一个时间问题 之前说到避障的话 我觉得Mavic 3的避障 和之前这些无人机 就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之前的无人机 就更多地把避障当成一个被动技能 相当于炸机前的最后一道保险 但是Mavic 3它更像是一个主动技能 就它利用了六个鱼眼摄像头 两个广角摄像头 实现了360度无四角的避障 反映到屏幕上 就是这个环形的避障提醒 非常的直观 在遇到障碍物的时候 飞机可以选择自动杀停 或者是选择绕行 这个具体看你自己怎么选 如果你选了绕行的话 这个飞行体验就很神奇 很多以前有不敢飞的树林 或者狭窄的空间 现在都可以无脑地飞 飞机会自动帮你避开所有的危险 它的精度还有可靠度 就是有这么高 无论你是正飞 倒飞还是侧飞 这个避障都可以稳定地工作 至少体验下来 我觉得这就是 目前最不容易炸的一台无人机了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 毕竟它还是一个视觉避障系统 如果你的镜头脏了 或者是到了晚上 或者是真的有熊孩子来追你 拿了一根鱼线加一个风筝 那它还是非常难逃一死的 飞无人机无论什么情况 要记住的第一点就是安全第一 现在我这么一通夸 夸完了它的设计体验 还有避障 我们是时候开始讲讲 这架无人机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画质 在展示样片之前 我需要先提一下 我们收到测试样机很不幸 镜头有一些问题 解析力就比别人要低很多 我们团队也是去了西藏 本来想给大家拍点好的样片 然后回来一放到大屏幕上 我们自己也傻了 但是后面换了一架飞机 时间已经不够了 所以这次非常感谢我的好朋友 松鼠还有飞猪 他们提供了一些他们用正常的Mavic 3拍摄的样片 欢迎你去关注他们 去看看他们产出的Mavic 3的相关内容 那我可以说完了 我们来看看样片 我们来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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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4K120帧视频 而且还有可变光圈 可以控制曝光 这个参数真的很用人 这太猛了 但是要注意我刚才的定语 我是说这个体积的无人机之下 它是画质之王 就原谅我开始泼一点冷水 就虽然它的传感器是M43 但是你不能期望它的画质 能比松下GH5S 还有BNPCC 4K 这种同样是M43传感器的相机要强 事实上虽说Mavic 3可以记录更高的帧率 还有分辨率 在高频细节较多的地方 你可以看出来 三代确实保留了更多的东西 但是我个人有一点不解的是 为什么我觉得2 Pro的颜色 比3要好很多 就比如你看这些树叶 还有这些绿的地方 也是在经过更多研究之后 我们才发现一个情况 就是Mavic 3居然它有两套色彩系统 Log还原画面和直出画面 两者差异非常大 只有直出画面才是真正应用了 哈苏色彩科学的这个模式 Log画面它其实并没有用到这个色彩科学 当然颜色这个东西很主观 我其实更想听听你的意见 你觉得哪一个颜色会更好看一点 但是有一个点是挺确定的 就是理论上传感器更大 它的高感还有夜景拍摄都会有提升 但在Mavic 3上面这一点 真的没有像我想的这么优秀 其实这有一点复杂 就看这些夜景的场景 你会注意到一点 就中心部分它的画面确实很干净 比1英寸里的2 Pro要好上不少 但是奇怪的现象出现在它的边缘 你会注意到噪点一下子就变多了 而且非常的明显 就哪怕是较亮的地方都有很多的噪点 一开始我们都没有想明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后面我们才考虑到 有可能是这颗24mmF2.8的镜头引发的问题 就单看这个镜头是没有毛病的 甚至很牛逼 毕竟大江用了这么小的光学组件 盖出了M43的传感器 并且有优秀的解析力 这个难度必然是超级高的 但这个镜头大概率是有着明显的畸变的 所以大江采用了数字矫正的方式修正了这个积变 那通过这个画面你可以看到 积变修正的过程中 中心部分是不受影响的 但是画面边缘会被拉伸 那同样的噪点也就被放大了 那这是我们猜测的原因 还需要补充的是 在后期测试过程中我们才注意到 原来目前Mavic 3 Cine使用ProRes编码 它反而是没有3D降噪的 所以噪点看起来会特别多 那倒是H165编码的素材 你会得到一个干净的多得多的画面 那这个问题反映到实际使用之中还是有一些烦人的 你需要在调色的时候花很大的力气 才能把这些噪点给压下去 而且很迷的一点是 如果你拍摄的是Dlog 也就是具有最大宽容度的模式 你在Mavic 3上最大的ISO居然只有800 就没法更高了 这真的是有点离谱 就黑一点的场景的暗部直接就没了 我是真的希望大江能给我们更高的ISO选项 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我们观察到的奇怪现象 听起来也非常离谱 那就是Mavic 3拍摄的5.1K的画面 居然是没有4K的画面好 你看这个对比应该就已经挺明显了 就我没有标凡也没有标错 我不确定这是什么原因 但是这至少说明Mavic 3的4K是超采样来实现的 那这个不是坏事这是好事 它的1080P我们也测试了 也是超采样的 这都非常的好 那所以我觉得既然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你基本上就没有拍摄5K视频的理由 4K60帧理论上是Mavic 3画质还有帧率 还有文件素材大小最合适的这么一个规格 那至于4K120帧 我们在最后两天收到了一个测试固件 才有了这个功能 那虽然它会裁切把传感器切到接近1英寸左右 但是这个画质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毕竟它是点对点的像素采样 而且这是别的无人机都没有的一个拍摄规格 那通过4K120帧 加上Mavic 3的高速飞行 那尤其是拍车还有拍跑酷 你可以拍到一些非常有质感的画面 那至于上面这个长焦镜头 就这个长焦配上无人机的大动态 再加上这个跟随还有稳定 这个画面真的太有动感 我个人特别喜欢 那很多电视广告里面的航拍 之所以有质感还有高级感 就是因为一种长焦镜头 还有ND滤镜 大江这次也随机附带了 两个镜头都可以被盖住的 这么一个特殊的ND滤镜 可以确保你把快门速度 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 实现动态模糊 那至于这颗长焦镜头有162毫米 那相比主摄可以实现 接近7倍的光学变焦 那所以相比主摄的画面 这种感觉就是截然不同的 我自己飞行过程中 很喜欢来回切换 这真的非常有趣 但遗憾的一点 就是这个长焦 尤其仅有4K30帧的选项 传感器也只有1 2英寸 相当于和Mavic Air 2 是一样的参数 但是我不理解的就是 既然和Air 2的参数是一样的 你说传感器小一点 帧率低一点 那都还好 但为什么它只有自动曝光 只有8比特的色深 还没有Dlog 就我不知道大江 是不是故意这样做的 因为它叫探索模式 可能按照他们的理解 这颗镜头是帮助你在空中 用来看景的 而不是用来拍摄的 就我觉得真的有点难以理解 这个镜头用来拍摄的 那不香吗 那看景的话 主摄和它相比 同样的构图 透视和高度都不一样 那它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就至少给我们一个10比特 一个Dlog 哪怕是420对吧 手动曝光 那也会好很多 但目前就是没有 那另外一个目前缺席的设置 也让我非常难受 就是Mavic Air Pro的菜单里面 你可以设置它的锐化 还有对比度 但是Mavic 3里面 就目前你没有任何 可以控制锐化的选项 所以在有的场景之下 你还是能够看到 锐化产生的痕迹 那既然它是一个 专业的旗舰产品 我是真的希望 大将能够给我们 更多自定义的画面设置 这是大将对于Mavic 3的 另外一个宣传重点 就是它的SINY版本 能够记录ProRes 422 HQ的视频 就不知道为什么 今年科技厂商 就突然开始喜欢ProRes 这个编码说真的确实很好 但是我觉得难免会给一些用户 形成一个误区 觉得ProRes既然文件这么大 这么多人说好 那画质一定会好很多对吧 那答案就是不会 或者说只能说微乎其微 H265的编码已经非常优秀了 ProRes存在的目的 只能说是让你后期的流程更加顺畅 剪辑的时候不会卡 这就是它存在最重要的意义 就以前我觉得这个真的挺重要的 但是今年苹果出了新的 带H265硬件解码的芯片 英特尔大概率也会跟进 所以剪辑H265的卡顿问题 我觉得应该是很快会被解决掉的 那这个时候你再回过头来看ProRes 就真的会有一点无微妙 就Mavic 3C里内置了1TB的固态硬盘 听起来真的很多很大很够用对不对 但如果你用它来拍5K的ProRes 只需要54分钟 你就可以把这一个TB的硬盘 给直接装满 就这么夸张 因为大家选择的是ProRes 422 HQ的编码 这是一个码率巨高无比的编码 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ProRes LT的编码给加上 这个编码文件会小不少 实际上画质也仍然非常优秀 和HQ基本上是看不出区别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架无人机上用这个编码会更加合理一点 那因为这块1T的SSD硬盘是内置在机身里面的 所以你每次考卡就会有一点非常鬼畜 需要像这样给它插进屁股里面 那至于速度的话 理论上它最大可以达到800兆每秒 那在实际测试的时候使用安民芯片的Mac 那或许是优化问题 速度大概在400兆每秒会慢一点 那别的老Mac还有Windows PC 我们最快达到过700兆每秒 那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硬盘是全版的状态 那导入到电脑最快的话 会花掉你20到30分钟左右的时间 而且有一点很麻烦的是考卡的时候 你的无人机是必须要开机的 也就是说你需要花费不少的电量 专门用来考卡 这个花费的时间还有电量 还有这个内置存储 还有更多的钱 你仔细算一下它本质上只帮你实现了一样东西 就是ProRes编码 那现在你觉得这个编码值吗 这其实也是我想表达的一点 如果你真的不是很执着ProRes 买普通版 真的是足够了 那倒是图传我觉得才是真的感知明显 特别有用的东西 这次Mavic 3用的是大疆最新的O3 Plus图传 最远可以实现15公里的图传信号 那实际体验中 Mavic 3是明显比2Pro的信号要更加稳定 非常优秀 而且相比这个理论的图传距离 让我感知比较明显的是这个1080P60帧的图传画面 相比过去的30帧的画面 现在真的是丝般顺滑 那还有一个功能我们虽然没有体验到 但是听起来很带劲 就是这个4G信号的图传模块 那以前在城市有很多遮挡的时候 最害怕的就是信号一段在楼后面 然后你飞机就不知道怎么飞了 那现在它可以通过这个4G信号来传输图传画面 就一旦大将自己的点对点图传信号丢失 这个模块就能够通过4G信号重新连接 就大大降低你飞丢的可能性 这个我个人很期待 那其实你看这个视频到这里 我们已经涵盖了Mavic 3的大部分功能了 你也已经基本了解了 但是有一块功能我们以前经常讲的 始终没有提到 就是它的智能拍摄系统 那这也是Mavic 3的重中之重 理论上结合这个超级避障系统 Mavic 3的跟随还有大师镜头都会强大很多 你再也不用手动操作 它可以帮你实现很多厉害的镜头 但是我们的测试固件里面 目前就没有这些智能拍摄功能 而且据我所知 上市的第一批Mavic 3也不会有这个功能 需要后续固件更新才能够实现 所以这些功能的体验 只能将来有机会我再与你分享了 这个其实就是我这次觉得有点奇怪的地方 在我的感觉里 它应该需要更多的一点时间去打摩 就无论是画质还是智能系统 我觉得Mavic 3都可以变得更好 虽然它已经很棒了 但也许是市场压力或者别的原因 它现在就已经发布了 你说它强嘛 那必须强 Mavic 3就是当今这个体制无人机里面的王者 你说它完美吧 那没有 大江的老哥说他们会继续更新 固件来让Mavic 3变得越来越强 那从我个人角度 我相信他们的执着还有承诺 但从一个评测的角度来看 我会说如果你想买这架无人机 你应该抛开厂商承诺的所有将来会有的东西 只看它目前的状态 它是否吸引你 是否达到了你的需求 那所以你现在会考虑购买Mavic 3吗 欢迎留个言 那假如将来有了大的固件更新 我们也会考虑再出一个视频 重新再来看一看这台新能怪兽 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些视频的话 也请分享给你的朋友 给他一个参考 也欢迎点赞投币三连转发 这会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投币三连转发